各位觀眾歡迎收看健康頻道 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9號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 蝴蝶藍花梗上的葉片 上面又長了一個芽 這到底是什麼芽 說實在的我也不曉得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芽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將距離拉近一點來看看 讓各位稍微先猜一下說 這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們也只能用猜的 那再經過三週四週後呢 我們會再回來看一下說 這個芽到底是什麼 OK 我們現在將距離拉近一點來看看 好 我們現在看到了這個花梗 蝴蝶藍的花梗 花梗上面有葉片 蝴蝶藍花梗會長葉片 基本上就已經很罕見 花梗上的葉片 葉片上面又再長了一個芽 哇 這更罕見 這個我還是真的是第一次碰到 碰到說蝴蝶藍的花梗長葉片 還很常碰到 花梗上的 這個葉片 葉片上面再長一個芽 這就神奇了 這就 真的第一次碰到 當然其他花梗可能有碰過啦 那我個人是第一次 那讓各位來猜一下 這個芽會是什麼芽 來我們讓各位先自己猜一猜 然後我個人也來猜猜看是什麼 當然我們都不知道答案 我們要等到三週四週 或者是兩個月三個月後 我們才會知道說 它到底是什麼 我個人認為這個是花梗 各位你們覺得 你會覺得它是高梗還是花梗呢 我個人認為是花梗 當然這也是我個人的猜測 我個人會猜花梗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 現在是 北台灣來講呢 是 10月29號 後面溫度會越來越低 我以前都跟各位有提到過 蝴蝶藍 它如果在溫度在 25度以下 一天最低溫達到25度以下的時候呢 就會有機會抽花梗 那今天的溫度呢 是最低溫來到21度 所以理論上 根據我們以前的理論來說呢 這個 牙呢 是花牙的機率會特別高 所以我會猜它是花牙 當然呢 我不曉得有沒有花有猜高牙的 那當然 這個答案呢 我不能說一定是正確的 我們也是要等到 可能三週後再來看看 所以我們今天 影片先介紹到這一部分 過了一陣子以後 確定它是什麼牙 是高牙或者是花牙的時候 我們再來跟這個影片呢做連結 OK 我們 數週後再見 好 今天是 11月的13號 經過了兩週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高牙呢 給各位看一下 高牙 高牙很明顯就是抽花牙 這我們兩週前呢 跟各位介紹的 當時我猜這個是 花牙 結果果不其然它就是花牙 接下來呢 這個花牙呢 我不打算讓它繼續長 我打算把它熬掉 不讓它開花 這一株呢 我就打算今年不讓它開花 我們來 觀察一下看看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就把這個花牙給摘了 然後保留這個牙點 這個牙點 這個牙點呢 理論上沒有意外的話 它還有可能再抽一次花牙 當然 我們玩這個實驗呢 就是記錄 給各位做參考 將來呢 它日後呢 這個會發生什麼狀況呢 我們會再做追蹤觀察 今天我們影片就介紹到這 感謝收看 再會